所有的人員,所有櫃部的所有的人員 國防部是整個政府體制裡面擁有最大的武力 超過警察的單位 所以他是整個政府機制裡面最需要人權的 因為他擁有最大的武力 他如果人權的核心概念不夠落實的話 他就會成為壓迫人民最可怕的單位 就像這一次一樣 為什麼大家會嚇到 因為你們有槍有炮 你們是擁有最大武力的單位 人權是最重要的核心價值 其他的部門人權夠不夠了解 我們都還可以再談 貴單位是最不能沒有人權的 結果關於人權的部分 你們只有在第八頁 寫一行 持續強化官兵法治教育等等等等 及保障人權概念 只有一行 最重要的事情在一整本裡面只有一行 然後每一次國際團體 國際特色組織 任何的這些國際的人權 在團體在監督台灣政府的時候 馬政府就說 沾沾自喜 為自己抹粉說 喔 中華民國簽了多少人權公約 例如說 CIDO CRC ICERD CRPD UNCAC 我沒有要一個一個問各位 這幾個人權公約是在講什麼 我只問最基礎的兩公約的公民與政治權力國際公約 简稱公正公約 我想問一下這一次這個憲兵違法搜尋的這個事情 他違反了公正公約的哪幾條 我就問最基礎的 因為你們也覺得對基層官兵 基層軍民 這些軍人應該要 強化他們的人權教育 請問是違反了哪幾條 報委員這個今天是業務報告 如果要講到我們推展人權這邊 我可以跟委員做個專報 我們有在做 可能做的不夠意義啊 我們做的這件事情 我們也知道 所以我沒有要問你 竊竊的第幾條的數字 我也沒有要叫你們 一字不漏的 背送出來這個國際公約 這個對我來講我也沒辦法背送 我要問的是 大概是 怎麼樣的概念 總有個輪廓嘛 他違反了 因為你也知道是人權出了問題 所以是哪一塊 在公正公約裡面的哪一塊 出了問題 報委員我這個真的不清楚 可是委員講到 尊重人權 這是我們基本素養 我剛剛 我們國軍是保護人民的 不是來迫害人權 所以我必須要講 你們現在連人權是 到底 侵犯了哪一條人權都不知道 我跟您報告 第九條 人人有權享有身體自由 及人身安全 任何人不得無理予以逮捕或拘禁 非依法定理由 及程序 不得剝奪任何人的自由 等等 第十七條 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 不得無理或非法侵擾 其名譽及信用 亦不得非法破壞 還有很多別條 我就不在這邊一一敘述 我只是要說的 我要強調的是 我沒有要你一字不漏地背出來 但是這些是很簡單的 人權的概念 沒有概念 然後我們要去落實 所以在這邊 我想 我不知道為什麼馬總統沾沾自喜 也常常講自己這個人權進步 這幾年怎麼樣 然後各個部會 事實上是連局處首長 任何人權公約都不知道 不管馬總統在外面 簽幾個人權公約 跟政府一點關係都沒有 基層的這一些局處首長 叫他講一個人權的概念講不出來 我不是要怪你 我想要拜託你們 如果要幫助台灣的話 未來的一個月內 可不可以提一個人權教育的失敗報告 你不用改進報告 因為改進交給新政府來處理 你提一個八年來的人權教育的失敗報告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為什麼馬總統怎麼簽 我們基層 我剛剛請全部的局處首長來講 講不出到底違反了哪一個人權 講不出來 請一個月內給我一個失敗 不是施政報告 失敗報告 也不是改進報告 就是怎麼失敗的 我們會把人權的這一段 我們會來給 拜託你補充 是 然後 最後我想要問 這個失蹤的黑檔案 如果這次這三份報告 還有這一千多份外面的這些 都拿回來的話 我們的處理程序是什麼 我們會怎麼 我不是要你背出來說 給哪一個人什麼名字 放到哪一棟建築物的幾樓 的哪一個櫃子不用 他的程序是什麼 會放到哪裡 大概怎麼放 昨天原來講的 這些都是國家的檔案 應該是要保存下來的 所以其實只知道要保存 難怪 為什麼 跟軍淵有關的 像這個黃國章 二十幾年前的這個 軍淵的案件 檔案也失蹤 洪仲圈 裡面的關鍵影片也失蹤 這一次簽下自願搜索同意書的關鍵錄影也沒有 然後現在外面一大堆檔案流落街頭 我想在這裡 也要拜託你提供一個失敗報告 最後請給我20秒就好 這個失敗報告一定要包括 國防部裡面還有哪些部門可能隱匿檔案 哪些部門專門在流出檔案 哪些部門可能在銷毀檔案 哪些部門還有你不知道其實他可能也有檔案不明不白的 這個可不可以一個月內給我一個 關於檔案管理的失敗報告 跟委員報告 我們檔案有它一定的 我知道 這個一般的人不會了解有什麼管理 我只要確定為什麼會有這些問題 發現的缺失我們怎麼改進的 不用改進 交給新政府改進 怎麼失敗的就好 至少知道怎麼在你們不可能有辦法改進 八年來發生過多少事情 我不會要求你們在兩個多月內改進 告訴我怎麼失敗的 我們可以把這個檔案 現在我們的保管的跟我們 怎麼流出去怎麼失蹤 為什麼沒有錄影 哪些部門可能還隱匿哪些檔案 請給我一個失敗的報告 不是施政報告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